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你愿意帮忙治疗 你们俩的事 董事长都跟我讲了 你都跟他讲了 你们俩 还有别的什么事吗 没有 既然你们已经决定治疗了 那我们就来讨论一下治疗方案吧 治疗方案 我还没有想过 所以才让你来一起想啊 算了 你先去吃饭吧 对啊 吃饭 你是不是平时都自己吃饭 你不是要和人接触吗 那不如你先去和我一起吃饭 带你感受一下人群的氛围 走啦 我保护你 跟我走啊 走 我 我 突然间出现 你的画面 闭上眼 我看见 某个时刻 某个地点 偶尔偷偷看一眼 躲在墙的后面 就让我 等待一点 对不起 其实是我 就为你先 我的情缘解 我爱你 我想听你说 我爱你 小小的剧动 太脏了 我还是走吧 好 喂 你还想不想治病啊 真的按照理让我带的这个 我的记忆过好甜美 只要你开口 只要你开口 每天都爱你多一些 那能吃谁啊 还带个处理的 吃个饭台机 宝贝生 不许是个大领导吧 想过了吧 那应该是个大明星 或是他助理 大明星啊 来 放开这 你们 不去拍 祝您了 看到你 你们也不去拍 祝您了 停停 就在这儿 别动 你 你们这里的食材 是从哪里进口来的 干不干净 胃不卫生 答不答彪 你们的油是不是每天换 是普通的油还是地沟油 你们这里的卫生是自己做的 还是外包出去的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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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董事长 你还是亲自带我去你们的厨房看见 董事长 你怎么没有吃饼啊 你既然带我来这里吃东西 就应该搞清楚卫生状况 可是平时也没见你少吃啊 我去的餐厅 从锅碗瓢盆 到给我上菜的餐具 全部都是我专属的 而且每次我去吃饭前 我都会去厨房 把所有的卫生状况 看清楚我才会吃 你赢了 请自便 你 带我去厨房 好 自备去 好 董事长 我跟你说 我现在嗓子快痒死了 刚才那个餐厅的油肯定有问题 怎么可能 那些饭都是我一个人吃完的 你怎么知道有问题 我油烟都吸进去了呀 油肯定有问题 你以后还是一个人吃饭好了 说什么呢你 虽然我没在那里面吃东西 但我一直坐在里面 已经是很大的突破了好吗 别转了 不许平 不许平 说您了 不许平 干吗呀你 那我怎么保护你呀 这么多人 不用了 站着干什么 回去上班去 你不用进去了 你的意思就是说 我可以休息了 做梦 买咖啡去 你 还有哪个部门 要有汇报的呢 董事长 我们部门 最近出现了一些状况 说 我也是刚才知道的 我们部门有一位新人 正在涉嫌 倒卖公司股票研究报告 涉嫌泄露公司机密 新人 对 叫什么 李明成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不是故意的 小心点 行了 出去吧 可是 明成哥他 说了让你先出去 是 你们接着说 怎么不接呀 怎么不接呀 怎么办呀 明成哥不是那样的人 证据都摆在这儿了 他是什么样的人 不是你输了算的 我拿我的人格大宝票 明成哥人正派得很 从小到大连作弊都没有过 他不可能做那样的事的 人都是会变的 他一个穷大学生 难免受不住诱惑嘛 不会的 他不会的 这件事情 你就先不要谄和了 我已经让卫安去调查了 他暂时停职 如果要是情况属实的话 那可就不仅仅是开除这么简单的了 那还会怎么样 信用非常地重要 无论哪一行 一旦信用上出现了问题 那就是一辈子的污点 更何况是特别重信用的金融行业 一旦有了这些问题 恐怕就很难翻身 如果情况属实 恐怕他会上各大公司的黑名单 你不能这么做 你这样会毁了他的 他现在在做损害我公司利益的事情 我想怎么处置他就怎么处置他 不是我毁了他 是他毁了他自己 可是 你就不能给他一次机会 万一他只是一时糊涂 你刚才不还说 一定不会是他们 怎么现在又成了一时糊涂了 我 我 好了 这件事情你先不要管了 我已经让卫安去调查了 如果真的不是他的话 水落石出之后 我一定会换他清白 如果你还在这儿跟我唠叨的话 我立刻报警抓他 别别别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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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你一定会还乱清白的 周氏 李明超 李明超 字幕提供